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,欢迎来到养生之道,我是你们的朋友阿亚。 每个人都爱干净,穿着打扮干净,个人卫生干净,往往更招人喜欢。 其实我们体内的器官也一样,如果体内的器官能够保持干干净净的, 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能得到保证,就比如以下这三个器官,越干净越好,他们越干净,我们就越长寿。 不论男女,身体这三处越干净,寿命越长,越早知道越好。 血管干净,每个人都希望健康,而拥有一套干净且充满弹性的血管,是保证生活质量的基石。 俗话说,人与血管同瘦,血管遍布人体的各个角落,在影响人的寿命的因素当中,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随着年龄的增大,血管也会发生老化,再加上各种不良的饮食,以及生活习惯导致血管慢慢变硬。 狭窄,最终发生堵塞,从而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,甚至导致猝死。 而健康的生活,以及饮食习惯,能够延缓血管衰老,恢复血管弹性,保证血液干净。 建议日常生活中保持规律运动,坚持运动能够促进血液流通,增强血管弹性,减少血液中有害胆固醇堆积。 低炎,低脂,低胆固醇饮食,能够有效避免血液中有害致志堆积,避免血管硬化,从而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除此之外,还要做到戒烟戒酒,保持好心情,积极控制三高,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。 40岁是人生的一道坎,因为身体到了40岁以后,各种机能开始慢慢衰退。 40岁是人身体健康的过渡点,40岁之前,拼命赚钱,不顾自己的身体,把钱看得比命重要。 可是40岁后,就必须要重视养生,重视身体的健康。 当你到了40岁后,身体这四处越干净寿命越长,早知道早受益。 1.保持干净的肺,肺在人体的五脏六腑之中有滑钙的称号。 在人体脏腑当中的位置最高,肺主气经过呼吸进行气体交换,排出二氧化碳,吸进氧气,将干净的血液运送到全身。 肺又有胶肺的称号,肺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呼吸器官,和外界有着直接的联系,容易被吸进气体中的细菌病毒所清洗。 空气中的污染物会对肺造成损伤,诱发肺部疾病,影响身体健康,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保持一个干净的肺。 干净之道,一多吃白色的食物,白色的食物有润肺的功效,保护肺部的健康。 一连偶,清热拜火,去肺热,止咳化痰,润肺。 二黎,化痰止咳,生筋润肺,用黎来煮汤,对咳嗽用非常好的效果。 三百合,止咳,驱痰,百合泡茶喝,不仅能够止咳,还能够安神。 二,喝茶,用排毒润肺的植物泡茶喝,能够很好的养肺,比如用百合,蒲公英等,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二,保持干净的肝脏。 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,不仅能够排毒解毒,还能调节血液循环,助消化。 肝脏有了疾病,不会立刻给我们信号,一旦有了明显不适,就医就已经完了。 所以,更应该在平时就注意养肝,干净之道。 一,多吃绿色蔬菜。 绿色植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,防癌抗癌,降低肝癌的发生率,帮助肝脏排毒解毒。 比如,西兰花,二,喝茶。 养肝和养肺,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就是喝茶,只不过用来泡茶的植物有些不同。 中医推荐的养肝七君子。 一菊花,治疗头昏头痛,解毒败火。 二金银花,一菊,抗病毒,降火,清热解毒。 三牛棒根,解毒,治疗便秘,通肠道。 四绝明子,明目,解毒,清热。 五狗七子,又补肝补肾,明目清肝的疗效。 六桂花,治肾虚,生金化痰。 七蒲公英,通肠道,明目清肝。 准备用这七种植物药材进行加工,科学配比,制成小茶包。 饮用时,可以用100摄氏度左右的水进行冲泡。 三,保持干净的血管。 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血栓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 血管不干净,就会堵塞血管,形成血栓。 可见,保持血管干净有多么重要? 干净之道。 一,多吃蔬菜。 每天最少吃五种蔬菜。 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营养, 这样就可以保证摄入的营养比较全面。 有利于抗氧化,保持血管的健康。 二,喝淡茶水。 不要喝浓茶。 浓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。 而淡茶水能够消除血管内壁的脂肪, 从而预防血栓的发生。 四,保持干净的肠道。 有句话说得好,想长寿。 先长寿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消化能力会越来越差, 肠道容易积累残渣。 素变需要及时排出,素变不排出, 它的危害可是和吸烟的危害能比拟的。 健康的人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肠道。 干净之道,一,吃菠菜。 菠菜对于清理肠道有非常好的效果。 菠菜味道很不错,有多种食用方法炒半煮。 但是小编给您一个温馨提示, 如果拉肚子是不能食用的哦。 二,喝温热的白开水。 要及时地补充水分,保持肠道的清洁。 我们最好饮用温度在35度左右的白开水, 这样不会损伤消化系统的媒类。 没错,当你到了40岁后,身体四处越干净, 寿命越长,早知道早受益。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养生, 不要等到得病之后再追悔莫及。 我们为什么不先去预防呢? 好了,希望小编今天的介绍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可以点赞收藏,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个视频再见。